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一次在南阿密 有个同修家 他先生就问过 他说这个素材 如果要没有葱蒜 这些配料 这个味道没有的时候 这个很难吃 他问我这个要不要紧 我说不要紧 可以 你要晓得 他用一点葱蒜 比吃肉好多了 能够叫他不吃肉 吃一点葱蒜 算得了什么呢 开 如果连这些配料 他都不许他用的话 他就不吃素了 天天还是吃肉了 吃众生肉了 我们在这里比较轻重 能够让他不造重罪 那个轻罪就可以全通了 通权大便 哪有那么计较的事情 活宽 做做料 就在佛门里面决定不许 在寺院里 为什么呢 怕人家畸形 人家疯刺 你看那个和尚不手劲 你看还吃葱蒜 那居士你们在家里面 就没有嫌疑了 外头人不会去说你这些闲话 这个可不可以呢 可以 有没有过失 白有过失 佛为什么禁止这个五心呢 五心吃过量就有过失 就像酒一样 他是属于这些罪的 酒喝醉了 才会有过失 有很多人 酒喝醉了就睡大觉了 他不会犯过失 那个没事 酒喝醉了 发酒疯了 那个就麻烦了 那才有过失 我们看到很多酒性不错的 酒喝醉的时候 他就找地方睡觉去了 所以这种人就不会有过失 一定要明白四世真相 佛家没有定法 不是一滴力 这个做料里面 配这个等于说是香料一样东西 这个起不了作用 里面料酒 有的人烧菜里面配这个酒 那个酒在里面不会醉的 你吃了会醉吗 不会 那个不叫做火箭 感谢观看 哪一位 就不说 这点 我们 你们烧菜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